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看几颗我养的天鹅兰 其实现在因为是在我们这儿 美国的五区正值冬季吧 冬季其实是天鹅兰的休眠季节 所以你看我这颗天鹅兰是没有叶子的 叶子掉光了 然后仔细看的话也没有新芽 所以的话在休门休眠期的话 你其实要做的事情很简单 就是放在那儿不要管它 然后也不要浇水 你看我这虽然是那个桃粒半水培 但是我这个花盆里面是没有没有任何水的 有时候我觉得它可能太干了的时候 我稍微一点点有一层浅浅的一层水 可能给它稍微浇一点点 但是其实不浇也是没有关系的 天鹅兰在原生环境里面 它是有旱季和雨季两个季节的交替的 所以它的休眠期其实是在旱季 因为是旱季嘛 所以它休眠 然后它叶子都掉光了 所以也没有水 所以它能够存活下去 但是在我们的家庭饰养环境呢 其实 各种情况都有可能发生的 你比如说这一颗 虽然它也叶子全掉光了 然后我也基本上没怎么给它浇水 但是呢 它现在已经开始发新芽了 这就意味着它的休眠期已经结束了 所以的话 它就开始生长了 所以明显的可以看出来 这一颗和前面的这一颗 它现在处于不同的生长阶段 天鹅兰的话 有一个特别要注意的点是 当它的新芽发出来的时候 它就开始长新根了 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要浇水 特别是不要浇水浇到这个新根上面 因为呢 你要一旦浇水浇到这个新根上 很容易腐烂 然后导致这个新芽最后就长不起来了 什么时候浇水呢 一定要等到这个新根啊 长到两到三寸长的时候才开始浇水 最好是三寸以上才开始浇水 所以这个时候特别要控制激动的心情 不要不要给它浇水 像我这个的话 因为是逃离伴水陪伴 所以我这个其实是我是浇了水的 但我浇水的时候 我是从这一边浇下去 然后是就是说也就是说没有水 接触到这边的根的 然后因为这个根又是长在上面嘛 所以它蒸发来的水气就相当于是空气中的湿度一样 就是说对它这个根其实是没多大影响的 我浇这个水的原因是因为你看我这些老根啊 你看老根还是有活性的 还是特别那个特别有活力的样子 所以我还是 然后这个因为新芽又长了 所以我就给它给它浇一点水 其实的话啊 其实可以不用浇的啊 直到它长出啊 这个心根长到那个三寸以上 你再浇水 然后千万注意啊 即使你浇水的话 不能够触碰到这个心根啊 这是我的第二颗天鹅兰 还有一颗天鹅兰是这一颗 你看这一颗的话 它其实就叶子还没掉光 虽然那个叶子已经基本上快掉光了 因为都快变黄了嘛 但是它经历了整个冬天呢 这个叶子还是没有掉光 同时呢 你看它这里已经有新芽 已经有新芽冒出来了 这就是另外一个生长期的 因为它有叶子嘛 所以我这个桃梨拌水培 我是给它浇水的 平常该怎么浇 给其他兰花怎么浇 我就也就顺便给这个天鹅兰也浇一下 但是同样的 你这个就是浇水的时候 最好是沿着这个 沿着这一面浇 就是没有芽的这一面浇 然后这样避免这个新 这个新长的芽 它的根啊 新根啊碰到水 就是说这个新根肯定是不能碰到水的 最后一颗的话 就是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生长阶段了 这一颗非常大 顺便说一下 这个天鹅兰一般来讲 它是一年是长一个杆的 你可以从这个杆的大小可以看出来 它是哪一年长的 比如说这是第一年的 这是第二年的 这是第三年的 第三年的就长得特别大 而且天鹅兰的话 它是需要那个大肥大水的 也就是夏天的时候 它长得特别快 所以的话你需要给它特别多的营养 我想是所以兰花里面需要营养最多的 而且水分要供应充足 因为它是整个夏天啊 这么长一根杆啊 就是短短的几个月长成的 所以的话它需要非常多的营养和水分 这一颗的话 你看那个它叶子 虽然前面有一点那个胶尖 但是呢 它整个叶子都没有变黄的迹象 然后也就是说 它还是处于那个 至少生长阶段吧 就是它这个叶子 还是可以进行光耗作用的 同时呢 你看它这个心芽 已经长得非常的高了 也就是说 我这里有四颗天鹅兰 每一颗都处于不同的生长阶段 所以说 有些人说 你说冬天要休眠啊 什么的 都是不一定的 主要是根据你的那个 家庭的那个 就是环境 然后看你整个那个 天鹅兰的那个 生长状态 有些人喜欢 比如说那个给它 比如像这种状态的天鹅兰 给它那个完全停水 然后就是用外力 让它进入休眠 因为你完全停水了以后 它这个叶子可能很快就变黄了 然后就掉了 然后你就让它进入休眠 但其实 根据我的经验 也其实是没有必要的 你就说 让它自然的落叶 然后 当然你可以 比如说 进入冬天的时候 你可以减少浇水 如果它能够落叶 比如说像 像这两份 它能够自然的落叶 你就让它落叶 如果它不想落叶的话 你就让它 就这样 然后你就适当的给它 浇点水 试点飞 也是可以的 你看它同时 它也是能够长新芽的 我相信这个新芽 长大了以后 还是可以这样开花的 对这一棵来讲 你看 我基本上就 这个水就很少了 然后这个星期 周末的话 就该是浇水的时候了 而且你看 它那个老的 那个杆的话 这个根还在这儿 而且也是特别新鲜的根 也就说明它还是处于非常有活力的状态的 但是像这种状态的话 就是说 其实你浇水的话 也一样 就是说 不能够浇到这个新根的 新芽的这个根上面浇水 然后要沿着 沿着另外一面 沿着另外一面 这样浇水 这也是 其实是淘利一半水培的一个好处 也就是说 虽然你这个底下有水 但其实是你这个上面还是挺干燥的 就是说 至少不会 不会湿度到达 能够让它这个新芽烂根的程度 也就是说 你还可以照常浇水 也没有问题 这就是我四颗不同状态的天鹅兰 顺便讲讲天鹅兰的那个生长周期 然后怎么照料它 然后等到春天 温度升高的时候 我可能会把它 我一定会把它放到外面露氧 然后那个时候的话 就要大肥大水伺候 如果到时候 到时候的话 我再给大家拍视频解释一下 好 今天就说到这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